我們現在來看看大家已經把檔案都上傳完了之後 一樣進到這個裡面來 那我們就點進去 好 你看 他上傳圖片對不對 不用下載 直接看就好啦 有沒有就直接看到了 真正要下載再下載 從這邊下載 或者從這裡下載 點開這裡 因為他有上傳 他假設有上傳兩個 這邊就有兩個三個四個 好那萬一這位同學 不是很OK的 蛤 蛤 這樣可以嗎 推薦 有沒有這樣都退回去了 開玩笑啦 反正就是 你用這樣子 我們一看 因為老師其實 常常在收同學做的你就知道 這個怎麼似曾相似 有沒有 好像是 人家做過的喔 還是哪個同學的 這個 同學有問題 你可以推薦 那 他如果推薦了 他就可以再重新上傳 好那 相對的 如果說 這個 比如說PDF 我們看一下 請問你要不要下載下來 不用是不是在上面就直接看了 而且你也不用擔心啊糟糕 你的作業我放在家裡面沒有帶出來 我們也是連上雲端 那當然這種的執行檔就沒辦法 因為這種就不是 可以直接預覽的 所以 他跟我們的 雲端點整合在一起 只要雲端硬碟上能夠預覽的 他都可以看 我找一個 MP3你覺得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好 因為 他還沒有產生音樂 有沒有發現 不用下載下來 在雲端上直接做 那影片當然也是可以的喔 這位同學也是 電腦裡面的 那個 哈哈哈 你們有看過這部影片嗎 因為在媒體櫃裡面的啊 這樣 這裡有握得太好了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直接看到 對當然 不可否認 我不敢跟你講 那個格式會把那個都正確 尤其比較複雜的 但是基本上 看的部分應該是 現在都比較沒有問題 編輯就可能 會 落差比較大 看的部分大部分還好 所以其他的都沒有問題吧 喔這裡也可以的 新版本的 是 這裡 啊 明月初天章 哈哈哈 好 很好 好有過關 有沒有 如果他這樣他就知道 喔我已經過關了 這樣 比較不一樣的 作業批改方式吧 對不對 對齁你 雖然 同學你可能沒有用到 老師會用到 你看 這裡有看到了齁 沒過關在這裡 這樣你也會看得很清楚 那麼 對同學來說 他可以從這邊 我們可以從這裡去看到 好 每個同學他作業繳交的情形 還有教材閱讀的情形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在任務這邊 當你把這裡打開 有沒有發現你閱讀的時間 有沒有 還有如果你被推薦這邊都不一樣 都會不一樣 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在 整個不只是老師看得到 你自己也可以知道自己的學習情形 那 這個當然還是有賴於就是 老師你把教材整理好 同學就可以照您的進度 依照這樣的進度 直接去做 學習 好那 老師又能夠掌握進度 這樣 相對來說 就比較方便 好 那我們就先暫時到這邊 先休息一下囉